本港零售业务去年被受疫情影响,产销自家品牌藏上用品为主的卡萨天娇2223的业绩亦出现倒退。 但由于公司开源折留成功托展电商业务,形录得3亿多元销售收入,及1.6亿元顺利,合股6.3仙,减幅仅为1成多,加上集团维持正现金状态,管理层决定赚小派多,末期息派10仙,较上一年度全年派息7仙有所增加,反映出集团对今年业绩恢复增长有信心。 卡萨天娇除了主要在香港经营外,亦在内地省市包括深圳、广州、北京和上海等一线城市开业,透过自营点和特许经营点运作,由于疫情影响,集团去年收缩了在内地的实体店业务以便自省开支。 在香港的销售点则持平,集团的实体销售店的总数减少约1成至197个,同时大力拓展电商业务,令到电贸的收入大幅增加,由占集团销售额的3%增加至接近10%。 成为未来收入和盈利增长的焦点,为了加强生产,研发和推广能力,集团去年底在位周动工兴建第二期工业园。 估计今年底落成,大约可增加三成产能,及有实力推出更多新产品。公司已被有约5000万元现金作为兴建新工业园的资金。 手上可随时动用的净现金仍超过1.4亿元,因此有能加派高息。 事实上,公司已发行的总股数仅为2.5亿,今期派息所花大约为2.5千万元,赚小派多并无问题,预期可维持高息政策。 集团成立了28年,Catser Blanca的招牌早已为各地消费者所熟悉。 旗下的品牌近期主推标榜健康和环保的Catser V藏上套装用品。 具备空气淨化、防菌、防霉、防满及防臭等5A功能。 以迎合消费者更重视健康睡眠的要求。 集团亦透过各种社交平台提供最新的藏品护理及清洗资讯。 以便吸纳更多年轻一代消费者。 管理曾展望今年随着疫情逐渐受控。 实体店营销和批发可望恢复正常。 电商销售可持续增长。 产品将进一步提高5A功能。 以及推出更多富有健康功能和用料优质的藏上用品。 松仪提升集团品牌的价值。 Catser TQ宣布业绩后,股价一度回升至80先。 近期在70余先整固。 总市值仅2亿元。 市盈率约11。 息率高达13厘。 每股账面资产正值1.6元。 可趁低收集。 代盈利恢复增长财息兼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